哈囉大家好我是HonlineK 歡迎收看訂閱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關於蟻王的一切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蟻王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下一個鈴鐺的小鈴鐺 想是有新的消息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的寄通知給大家 話不多說我們來介紹一下蟻王 那這張卡片 它在下個禮拜四即將開放 而且是以夢魘級的形式為大家做見面 不知道這次的關卡會有多難 那估計是這次會開放四天 四五六日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這四天 把蟻王帶回家 那我也會跟大家一起來挑戰這個傳說中最難的夢魘級 應該是會是最難吧 不知道 期待一下這關卡的難度 那蟻王呢 它有接近魔族完美的三圍 那它的攻擊力的確還蠻接近完美的 它在木魔族的排上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鐵扇2570 所以它的攻擊力已經快要追上黑金了 再來如果說我們搭配上三護衛的話 可以把它的三圍再往上提升兩倍 非常狂 所以你的隊員你已經 如果說你要拿蟻王當作隊長的話 你隊員你一定要放我們的三護衛 才能達到蟻王最大的三圍增加 並且隊伍屬性 那隊員成員的屬性非常重要 如果說你隊員的屬性帶的越多的話 那個屬性兼具的效果就會越多 你帶上了五個屬性 那就是整版的屬性豬會互相兼具其他屬性的效果 那所以剩下那個位置呢 你帶上三護衛之後 剩下那個位置建議是帶誰屬性的 就會比較大的效益 那我們這邊有 其實他的每一個護衛 代表的增傷也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帶的是油P的話 他會幫我們的蟻王增加 蟻王自身的生命力兩倍 那如果說你帶的是貓女的話 就會蟻王是增加攻擊力 那一次類推 那我覺得最不需要帶的就是 蕭牙普夫 也就是第四行的那張卡片 那蕭牙普夫就是還沒有出的那個 左邊出來第四張 那他只有回復力增加是沒有什麼太大用途的 應該說有用但不用說真的太需要 因為蟻王隊他的最大缺點來自於他的生命力可能還蠻低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以魔族為主的隊伍構成 再來是他的攻擊力 如果說你搭上貓女的話 他會有兩倍攻擊力增傷 那攻擊力也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條件 那唯一就是回復力可能不是那麼太太需要 所以能夠捨棄掉的話我覺得 如果珊瑚衛你一定要捨棄掉一個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把那個 最後一個蕭牙普夫給捨棄掉就好了 那剩下兩個位置呢你可以放的成員是什麼呢 你可以放妖精以及魔族的成員 那如果說你要把攻擊力往上提升的話 你要消除越多的符石 消越多會提升越大 最大是七倍的自身攻擊力增傷 所以雙隊長梅魯艾姆就來到49倍的攻擊力增傷 有沒有發現到全隊攻擊力增傷 再加上整版兼具 有沒有想到什麼隊伍呢 沒錯就是九瘋王 所以這隊玩起來的概念會跟九瘋王非常的類似 而且強度也差不多 不過呢梅魯艾姆最大的缺點來自於 他們的組隊選擇比較少 只能有妖精以及魔族 那偏偏妖精魔族最大的缺陷就來自於 他們的生命力不太夠 所以這一隊隊長倍率沒有給你那個減傷 生命力也是普普 所以我覺得 這隊的缺點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這邊有官方釋出的那個實戰消息 以以王當中隊長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隊生命力即使帶上了 一二三四五 五張魔族生命力還是快要接近兩萬 是還可以但沒有到很好 因為以目前的環境來講 你生命力一定至少要接要超過兩萬才是基本 我覺得 那我們也有提到嘛 其實如果說你不帶第四張 你不帶第四張那個角色的話 你其實有兩個位置可以去做搭配 那我覺得我最推薦大家的隊員應該是 寒羞草吧 因為畢竟這一隊的區鑫就是 剛有跟大家提到的血量就是偏少 那我們帶上寒羞草就可以有長期的減傷 那剩下一個位置你也可以考慮帶一個眼球 畢竟是 魔族最崩壞的隊員 所以其實 隊員的選擇還是非常多的 大家也可以去組隊看看 那只是如果說你是一個剛入門 因為這一次 獵人合作而回鍋 或是來玩神魔之塔的玩家的話 這一個當隊長 就是以王當隊長 無疑是目前神魔中的一線強度隊長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玩這隊的話 你可以考慮在這個禮拜把雙兜副本給刷滿 把我們皮膚給刷滿 以及戰力級貓女給刷滿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嗯 一定有人好奇啊 就是這兩個技能 就是他的這兩個護衛的技能 有沒有完美搭配到他的 野王的隊伍呢 我覺得是有的 像皮膚他是自身攻擊力增加嘛 最大是六倍的樣子 五倍還六倍忘記了 那 這隊的概念就是 屬性豬衛互相兼具 所以 就再搭上這個界王拳 非常的適合 所以皮膚我覺得也 只適合放進 以王的隊員 當作隊員吧 那貓女呢 則是 有一個 呃 攻擊力增加 還有排珠 魔珠以及妖精的攻擊力增加 那剛好就完全符合這隊的形狀 因為這隊一定也只能 魔珠跟妖精 當作隊員 所以其實貓女的技能也 非常適合這隊 非常的搭 所以這兩張卡片 我覺得他也非常 他的主動技能 在以王為主的隊伍底下 也算是非常的實用的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他的主動技能 CD5 就可以有 把敵方的攻擊力減50% 並且將減缺的攻擊力 加入自身攻擊力 那我們先來算一下這個增傷倍率好了 假設敵人的攻擊力是2萬 那 減掉一半就是1萬的攻擊力 加入梅露艾姆自身的攻擊力身上 那大概試算一下這個倍率 1萬的攻擊力對於梅露艾姆來講 就是額外兩倍的增傷 所以還算是可以用啦 但沒有說 呃 真的太實 到那個增傷倍率到很誇張 那 主要我覺得這個主動技能的亮點 來自於 減傷50%吧 減傷 就是那種 呃 他不算是減傷體系 但他可以 減掉敵人的攻擊力 因為現在神武有一個非常奇怪的規定 就是減傷50% 是不能疊加的 就是減傷的技能是不能疊加開的 那這梅露艾姆就是 巧妙的避開了這個問題 他直接把敵人攻擊力減少 所以 我覺得 嗯 我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衝突欸 這個是可以試一下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衝突 所以 等於是 如果說你再搭配寒羞草的那個主動技能的話 就可以減傷再減傷 可以讓梅露艾姆 在面對一些敵人的話 不至於 就是 血量的缺點會被放大到 太多 所以梅露艾姆 我覺得你也可以練複製人 放進梅露艾姆為主的隊伍中 最多練兩張吧 對 最多練兩張 一張當隊長一張 當隊員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他的念能力是 我們必須要用梅露艾姆當隊長 所以你自己必須要得到梅露艾姆 那他的念能力是 圓 解除問號珠 以及黑白膚石 消耗50%的龍 龍移能量 那這個就是看 關卡去放了 對 關卡去使用這個主動技能 還算是蠻實用的啦 對 好 那我們的梅露艾姆即少 就會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不知道大家跟我的看法一不一樣 或許大家有更多不一樣的看法 大家可以留下 關於我們蟻王的主隊方向 因為我覺得 目前主隊方向 應該是蟻王最可以考 討論的一個點 以上就是關鍵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關於蟻王的新消息的話 按下小鈴鐺 訂閱按鈕 謝謝你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